菊花什么时候可以牵插 菊花花芽分化 光照每天高于8小时 花挪一般于7月底完成最后的牵插定芽 最迟别超过8月中旬牵插 剪枝 枝条3-4片叶子 带头的3-4片成熟叶子 合杀牵插最好 生根后移栽 移栽时会反苗 也可直接牵插 最好在土中加1⁴的沙 以利于排水透气 苗期淋雨后自来水冲洗 以防雨中的均害 通风以便抵制均害 露天做好排水 抹芽 花农最适于7月28号定芽 定芽后每隔1-2天 就要摘掉不需要的花芽 花雷出现后 再摘除不需要的花雷 保证花大花艳 后期再绑扎竹竿 以防花瓣折断 再绑扎竿